戴思穎今天上午也跟部分的奧运选手们一块抵达台湾了 虽然八强止步 但是人气还是很旺 受到粉丝们热情欢迎 不过戴思穎却是非常低调 在选手大合照时 他站在边边 也没有参与与球队的媒体联访 最后是在粉丝促勇之下 推着心理坐车低调离开 那么至于小天周天成则宣布 四年之后再战 台湾之光 欢迎回家 接受国人热烈欢迎我们的中华队奥运英雄回来了 宇球一姐戴思穎帽子反戴 难得在镜头前放下头发 看起来心情很放松 不过在媒体镜头前十分低调 选手大合照时一度往旁边走 其他选手把个子娇小的他拉到前排 大家一起 小戴 甚至轮到宇球队联访时 小戴也没有一起 他已经推着行李准备往机场门口走 小戴 随后在粉丝们的簇勇下保持微笑 没有多说话坐车离开机场 他已经尽力他就是很棒 我们都会永远支持他 小天我爱你 带着花圈接受大小粉丝应援 我们的宇球一哥小天签名合照来者不去 满满亲和力 粉丝甚至拿出棒球红包都要给他签 周天成帮所有球迷签完拍完才离开 下一次的话就是我是还会继续去征战 然后希望就是还有机会代表台湾去参加下一阶的奥运 另外为我国设下一面铜牌也是奥运射击史上第一面奖牌的李孟远 同班机抵达国门也透露了新目标 很大的一个突破 当下我打就是我已经觉得 已经超过我的所能的表现 我们把目标放在下一届的美国洛杉矶奥运 颜色的话看能不能再改变一下 他也提到回台会先去拜自己的已故恩师 他也盼望未来有更多后备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接着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